老师哼了一声 弘历忙表白道 我沉出气了的 但我还是被软禁了 齐木格笑道 是真是假 只有你自己知道 弘历黑黑笑了两声 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就让我说了呗 老师还是板着脸 不过再喝粥了 老师可不想饿着肚子去上班 齐木格冲洪轩使了个眼色 洪轩抹了抹嘴巴 起身对老师道 黄阿玛 儿子错了 日后再不和你顶撞了 有什么事 我一定好好和你说 老师哼了一声 继续喝粥 洪峰也放下了筷子道 黄阿玛 我也知错了 不过 我们是知道没什么事了后 才去睡觉的 真的 等洪峰说完了 洪历也跟着站起来的 黄阿玛 我会学机灵的 绝对不会再给你惹事 但是 你别动不动就软禁我们啊 如今你是皇上 少有不慎 我们就成七军了 要是在史上海的浮体 我们哥仨早就将忽远打趴下去许你了 我们昨儿可难受了呢 真的 老师又喝了口粥才到 真就让你们这么不放心 看来老师的心结在这里 洪峰忙道 我们只是想着上阵父子编 秦姆格健壮忙道 好了好了 爷 只要是你昨儿的举措太突然了 将大伙吓了一大跳 孩子们担心也是正常的 你就别算牛角尖了 然后又对孩子们道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在外人面前 不准顶撞你们黄阿玛 有什么事 回来关起门来悄悄解决 洪轩三人低头硬道 是 老师摇摇头道 阎父慈母 他们怎么就听你这个慈母的呀 秦姆格笑道 听为你是慈父 我是阎母 对了爷 你认为是谁重复会下的手 秦姆格转了个话题 免得父子四人继续掐架 老师摇摇头道 不知道 不过肯定是四哥府里的人就是了 对了 秦姆格 等他府里的下人审完了 没准会涉及到审问内卷 到时你怕得出面 看样子 老师是借此机会 要将老四府里弄个底朝天了 老师笑了笑 光搜查 自然不好找证据 但如今可以审人了 猪丝马迹很快就会出来了 秦姆格想了想道 爷 四哥家养着安慰没 老师乐道 这也得审人才审得出来 如此看来 福会的病肯定不是老四干的 这简直是在给老师帮忙嘛 秦姆格转了转眼珠子 轻声问道 爷 是不是你干的 反正屋里没有奴才伺候 秦姆格也不怕被人偷听了去 红转三人 立马梳起耳朵 等着听音 那真老师却白了 秦姆格一眼 起身道 安安今晚回来不 如果回来 就派人知会爷一声 爷空了就过来 说完便冲红转道 你今天不早朝 然后便出门了 红转立马道 马上 说完将碗筷一放 急忙跟了出去 红转和红转忙起身 冲着老师和红转的背影 做恭送状 然后便凑到秦姆格耳边 轻声问道 黄鹅娘 是不是黄阿玛干的 秦姆格摇摇头 不知道 红转和红转别别嘴道 黄鹅娘 那我们去商书房了 一路上 两人都在用眼神交流着 因为吃早饭的时候 屋里没有伺候的奴才 所以大家说什么话 都很放心 但一出门 红转和红转 屁股后面便跟上了太监 自然不能想什么说什么 只能依赖心心相通了 到了上书房后 两兄弟便分手了 因为先生不一样嘛 教室也不同 红转走到自己的教室 一瞅 鸦朗竟然在 笑道 你怎么在这儿 鸦朗虽然成绩不好 但是还是和红丰他们 一样用的是正规先生 和红转不同般的 鸦朗打了个哈欠 还不是给你烧口信 喜塔拉家的小姑娘 约你出宫 下午十分 鸦朗和红丽一同出宫 不过没走两胡同 两人就分手了 鸦朗有些拿不准 自己帮着传信 到底对不对 出宫前 鸦朗专门问了的 问红丰怎么没跟着来 虽然红丽说 红丰有其他钥匙要办 没空 但鸦朗却担心 是红丽瞒了红丰 不过 鸦朗也不可能 去和红丰对质 只好忧郁地独自闲逛 此时还不是回家的时辰 一回家铁定被大额 鸦朗盘问 赶去赴约的红丽并不知道 鸦朗的担忧 他还在努力调整着自己的表情 红丰特意交代了 不能表现出丝毫意样来 当然 红丽提出了意义 方飞主动约他 本来就不合规矩 自己还是应该表现出些差异才对 不过 当红丰问他怎样的差异才合适时 红丽也说不上来 因此便遭到了红丰的好一顿白眼 反正你给人的感觉粗得很 装什么敏锐啊 于是 红丽便叫红丰跟着一块去 免得到时候出了什么岔子 哪知道红丰却说 我要去嫂子那儿问问爱 再说了 你日后总得独自应付许多事的 就当从现在开始练手艺吧 我估摸着 方飞就是一床生土 你自己想想怎么回他的话就行了 简单的很 于是 红丽便孤身一人来赴约了 不过红丽还是想表示出适当的差异 因此 一路上便在琢磨着 怎么样的差异才是适当的 直到他进了约定的茶楼 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 只好按红丰所说 装作方飞约他出来很正常 但方飞却显得很紧张 给红丽行李时显得有点不那么利索 红丽扫了一眼屋内 发现方飞身边跟着的摸摸丫鬟 貌似以前没打过照面 边坐下边对方飞笑了笑道 坐啊 叫了茶没 方飞愣了愣道 我教的奶子 马上就叫小儿放茶上来 老实的几个儿子中 就红丽和奇目阁一样 品不出茶好茶坏了 不过娘俩都很随和 没有特意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 别人上什么茶就喝什么 只要不叫他们发表评语就成 当然 如果让他们在花毛峰和奶子之间选 两人都会选奶子 因此听方飞如此说 红丽芒摆手 那就奶子吧 我还没有在茶馆喝过奶子呢 已经站起来的方飞看了看红丽道 这家店也没有 我打发小儿去街头的酸奶铺子买的 如今酸奶铺子的经营范围 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奶制品 除了大白兔奶糖 红丽点点头 冲屋里的嬷嬷丫头道 你们出去喊壶茶喝吧 也嬷嬷笑道 四阿哥 格格在外面和您见面就与理不合了 奴才们要再不到屋里伺候着 回府后怕是不好交差 红丽眨巴了一下眼睛 你们将格格带出来 就已经没法交差了 一个错是犯 两个错也是犯 俗话不是说 债多不愁吗 下去吧 也不耐烦身边这么多人 方飞忙道 嬷嬷 四阿哥的贴身侍卫也没有进屋呢 言下之意 是红丽的确喜欢亲近 然后又对嬷嬷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红丽专心地敲着桌子 不过脸色却不是那么的和煦 莫莫只好带着丫鬟们退了出去 等房里只剩红丽和方飞两人了 方飞才走到红丽的身边 小声道 四阿哥 对不起 是大额娘教我想法子见你的 我就告诉她了 说你说的 有事可以找雅朗狮子 红丽笑道 没事 反正我也好久没见你了 你还好吧 方飞点点头 看着红丽的 你瘦了呢 这场病 红丽摆摆手道 没事 早好了 过两天就会胖起来了 你大额娘叫你见我干嘛 见红丽值班主题 方飞低声道 昨儿雍卿王府被官兵包围了 大额娘有些担心 叫我来探探消息 红丽道 她瞎担心什么呀 还有 她怎么不去问嫂子 方飞小声道 这个时候 不敢贸然给公丽传信 红丽别别嘴道 你回去告诉她 朝中的事我不知道 我还在读书呢 要办差得过几年 叫她找她女婿去 方飞闻言一惊 问道 四哥 你该不会真的和太子生了线西吧 红丽转了转眼珠子道 这些事你别管 我有分寸 你还是想法子 怎么应对你大额娘吧 方飞想了想道 大额娘要将我过到她名下养 红丽笑道 你都多大了 还换娘 方飞眼眶红了道 大额娘说了 是为我好 姨娘也说 我跟在大额娘身边 才能有出息 红丽想了想道 你回去告诉她 就说我说的 她早干嘛去了 如今将你放身边养 能养家吗 费这些事干嘛 弄得大家都不痛快 还不如好好待你 你这个毕生女日后 若有了出息 会不领她这个嫡母的旗 红丽的声音 故意放得有些大 就是想让屋外的奴才们听到 方飞则急忙摆手 焦急道 我今儿出来不是为了这事 红丽看着方飞 正带小声套点口风 却听侍卫在外面说 奶子到了 只得住口 等奶子端上来 红丽品了口 等人退下关上门后 才小声问道 你今儿出来 你阿玛知道吗 方飞摇摇头 说的却是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 不过四阿哥 我们家肯定不会派人害你的 红丽看着方飞 没做评论 方飞却继续小声道 四阿哥 就算你和太子不对付 但如今 太子坐得稳稳的 撇开太上黄布说 黄兽和皇后 对太子都恩宠有加 而太子妃又不得宠 我们家犯不着走这不 红丽问道 你大额娘让你说的 方飞摇摇头道 我自己想的 这道理我都懂 阿玛和大额娘 更是在明白不过了 红丽点点头 有道理 我会给黄阿玛说的 方飞郑重地谢过红丽道 复巢之下 安有顽暖 所以我今儿其实 也是半退半就地 应了大额娘来找你的 四阿哥 你别见怪 红丽点点头 站起身道 我晓得了 没憋的事吧 我是偷偷和雅朗出宫来的 不能耽搁太久 否则三哥到时找不到我 会发火的 方飞道 四阿哥 你多多保重 说完从身上 拿了一个香囊 这是我绣的 里面装的是我抄的平安金 见方飞的声音越说越响 红丽忙接过香囊 还笑嘻嘻地打开 将佛金拿出来看了看 夸道 自由有长进了呢 不错呀 方飞红着脸笑道 四阿哥不嫌弃就好 红丽将香囊 往身上一揣 道 那我先走了 你自己也注意保重 说完便拉开房门 一边朝外走 一边叫侍卫去结账 在回宫的路上 红丽想了想 觉得虽然没有获得什么有效的信息 但是 这事本身就说明了喜塔拉家成不住气了 如果心中没鬼 他们慌什么 因此 自己隐隐对大哥的不买 应该是表达对了的 当即 红丽便加快挥边 希望进宫后 红丰 能问完安了 主要是 红丽 要确认一下 自己这么做 到底对不对 而红丽刚到宫门 就见到红丰 身边的一太监 守在那 四爷 您这是去哪了 三阿哥派人 到处找你呢 问清红丰 如今在阿哥索 红丽便直奔目的地 一见面便问 三哥 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红丰叹了口气的 我没去玉庆宫 只好装样子找你了 红丽奇怪的 怎么想着改主意了 红丰的 不是改主意了 是我在御花园 见着嫂子和一太妃赏花 红丽问的 他们没瞧见你吧 红丰白了一眼 我给他们请了安的 告诉他们在找你 红丽嗷了一声 然后才反应过来 嫂子陪一太妃赏花 他们什么时候 这么亲近了 要知道 方如每天 处理那么多的公务 应该是无暇 去和这帮太妃们 拉好关系的 何况这帮太妃 跟着康熙在长春园 还住了不少日子 红丰摇摇头的 不知道 只能说 嫂子聪明过了头 红丽顿了顿 养她娘 当初大哥给嫂子说了的 叫她们不许 打我和方飞的主意 她娘居然又要想着 将方飞养在身边 唉 娘俩都一样 瞧着一脸的金鸣 结果竟干傻事 我现在倒有几分相信 嫂子要害我了 傻人的想法 和咱们不一样 红丰这才问起 红丽和方飞 见面的情况 看着小姑娘 送的香囊 笑道 你小子动心了吧 我告诉你 你的脑子 可赶不上 方飞这丫头 亨利大咧咧的 不知道 反正我只知道 方飞的聪明 就是比嫂子的聪明 让人觉得舒服 三哥 咱们接下来 该去找大哥了吧 他的岳家还真是 嘿嘿 千条万选出来的 嘿嘿 日后 怕够大哥操心的 你们要做事吗 词 吼 好的 ute 词 就是